现在我为大家来解说 什么叫做好年份 什么叫做不好的年份 我们看这两瓶酒 它的酒标上面有写两个阿拉伯数字 之前讲过这就是它代表它的年份 一个是1961 像这个是2002 这两个数字代表葡萄从葡萄树上采收下来的那一年 所以要看那一年是不是风调雨顺 是不是该出太阳时候出太阳 该下雨时候下雨 就可以决定这一瓶葡萄酒 至少它的葡萄是不是够甜美 那什么叫好年份呢 那道理就很简单 我们今年假设买台湾的西瓜 吃台湾的芒果 都非常的盛产又很好吃 这叫好年份嘛 收成非常好的一个年份 老天赏脸 什么叫不好年份呢 西瓜采收时候 刮台风 下大雨就不甜了 这叫不好的年份 这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葡萄 葡萄酒里面葡萄也是一样 葡萄酒里面葡萄 连续两个年份或不同的年份 它酿酒的人没有改变 它那块葡萄园的地块也没有改变 它唯一的差距是什么 两个不同年份葡萄酒的差距是什么 就是这两年的气候不一样 老天赏不赏脸 举实例 我们来看这个两瓶 像这个1961年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年份 在历史上这个葡萄的收成 大概就是这100年来 前三好的年份之一 另外相对 这2002年呢 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年份 2002还不算烂哦 我故意拿这两瓶一模一样的酒来看 2012就是很平庸 以西瓜为例 它就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没有太烂 那有没有烂到不行的年份 也有 那很不幸我没有 我根本没买 好 那 所以在此呢 就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好年份 什么叫不好年份 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酒商常常跟你讲说 好年份的葡萄酒 买来就去收藏 让它成年 就会变很好 不好年份葡萄酒呢 也很好 你把它买来呢 你可以早喝 这绝对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今年年份不好的西瓜 你买来 可以早吃 今年年份好的西瓜 你买来 可以放两个礼拜再吃 这是什么跟什么 这不对的 年份不好就是不好 它今年的葡萄酒 这个收成 因为葡萄本身就 稀薄就不好 风味就不够好了 所以酿出来的酒 怎么样都不会太好 所以在很烂的年份 没有道理说什么 买的什么葡萄酒可以早喝 当然可以早喝 因为不好嘛 比较稀薄嘛 你摆了也没用 所以早喝 所以我个人觉得年份是决定 葡萄酒好不好喝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它很重要一点什么 它人力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真的是看这个老天赏不赏脸 我个人会建议各位 在买葡萄酒的时候 年份是一个很重要的购买 判断购买与否的因素 意思就是 你尽可能买中上以上的好年份 那种很烂 那些淹大水的年份 最好就是别买了 这是以上就好年份 坏年份给大家做个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